你们看到海报有讲到一个branding对不对 所以我们接下来这个嘉宾很厉害 他是在澳洲毕业于广告系 自己当过老板开过广告公司 甚至在澳洲一家公司称为CMO 不是MCO CMO 什么叫CMO CMO就是叫做Shift Marketing Officer 所以他在对于marketing 在于怎么样包装自己 给人家一看 你就是怎样怎样的人 他很专业 他是谁 我们有请August来跟我们分享 如何创造个人品牌定位 谢谢凯顺的介绍 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 我的名字是August 我不是MCO 我不是Dudo Diruma那一个 首先先欢迎各位今天晚上 来到我们今天这个活动 那刚才开场呢 Dr. Ben就给我们介绍了 这个这么棒的产品系列 能够让我们得到 不只是美丽的皮肤 我觉得今天健康这个意识 是非常重要的 那当我们有了这个健康 美丽 亮丽的这个皮肤之后呢 我们要怎么样打造 我们的个人品牌 那今天在线上有 整七百多位朋友 可能有一些朋友说 我今天只是想要来得到一些 怎么样保护我的皮肤的资讯 那我想告诉你 今天是不是很多人都在做微商 很多人都在卖东西 尤其是在去年这个MCO的情况 大家都好像在找着 另外一个收入的一个 所以今天我也告诉大家 如果今天你把你的皮肤 你用Artistry的这个Skin Nutrition 把皮肤照顾好了 它也能够帮你创造一个收入的话 好不好啊 那当然是非常好嘛 那所以在这个部分呢 今天我们跟大家谈的就是这一个 Personal Branding 个人品牌建立的这个部分 那首先当我还没有进入 我的这个分享之前呢 先略略介绍我的背景 过去的我在这十六十七年呢 我是帮品牌做这个品牌定位 跟品牌建立的 OK 那我也被邀请去很多不同的地方 去做演讲 主要就是教他们 怎么样去建立他们的这一个品牌 包括了这个饮食业的品牌啊 这个是我被邀请去台湾 这个华人企业领袖峰会 在那边做分享 所以我们今天讲的来看一看这个 到底什么是branding 什么是品牌 带大家来看一看历史好不好 从以前一开始呢 branding这个东西 到底是怎么开始的呢 就是以前的这一个农夫们 他们养牛对不对 那在一座山有很多牛 怎么分得出 哪一头牛是Dr. Bennett 哪一头牛是Auguston 哪一头牛是凯顺的 所以我们就要做一个商标注册 那以前的这个方法呢 的确真的是很原始 就是把一个铁 刻上一个字母 打个比方我的名字是August 我就刻一个A字母 那个这个铁片那边 然后把它烫得很烫的 烧得很烫的过呢 就烙印在这个牛皮的身上 听起来就觉得非常痛对不对 可是好消息是今天我们做个人定位 你不用去做一个A字母 不代表artistry 然后印在自己的皮肤上或者脸上 不需要 今天呢 品牌我们用一个比较 technical的角度来分析的话呢 品牌就是一种识别的标志 一种精神的象征 一种价值理念和品质优异的核心体现 哇 听了我讲这么长的这个句子 好像Auguston 到底是什么可以吃的 所以简单的来说 什么叫品牌 品牌就是当人家看到你 他就想起某一个东西 那这个你就成功了 所以我们讲说 在我们还没有做这一个品牌之前 我们必须了解 到底我个人是属于一个怎么样的品牌 然后更重要的是 当我们还没有建立个人品牌的时候 你一定要选择一个定位 到底今天Auguston定位是什么定位 到底今天在座的各位 现场有七百多名的朋友 你们在这一个美容企业的 这个部分的定位是如何 今天我会跟大家一一来探讨 首先我想用这一个方式 来跟大家聊一聊什么是定位 大家看到这一位女艺人 当你看到她的时候 第一个感觉是什么 你就想到一部电影叫《社界》 那一部是她的成名作 第一部电影 然后你也知道这位小女生 是演技非常非常出色的 OK 这位就是汤卫小姐 你不可能会去想要听她唱歌的 好了 我们来看这一位 这一位是谁呢 黄飞嘛 黄飞 一讲到黄飞 你一定是想到 她是我们中文乐坛里边的天后 然后她的那一个演唱会 是非常受欢迎的 到目前为止 黄飞在马来西亚演唱会的纪录 她的那个录人票是最高的 所以这是黄飞非常强烈的一个定位 就是在歌唱事业 再来 这一位大家也认识 邓紫棋 那请问你会不会付钱 去看邓紫棋的演唱会 是为了看她跳舞的 还是你宁愿付钱 来看这四位女生跳舞的 所以这个就是定位 Black Pink 黑粉红 我们都知道 他们是竞歌热舞的一个团体 所以他们定位是非常清晰的 你不太会听到他们唱塑星歌曲的 他们的歌曲都是比较强劲的 那邓紫棋呢 我会付钱去听她唱歌 因为她有这一个铁肺之称 再来我们来看一看 这位郑秀文呢 请问郑秀文的定位是什么 她好像演戏也演得不错 对不对 也有很多部代表作的电影 那歌曲方面 她也唱过很多快智人口的歌曲 好像在电影跟歌唱这个事业 她都漏到很底漫 所以她的这个定位呢 就是她是一个全能的艺人 有一点像刘德华先生 对不对 刘德华先生你讲她唱歌不好听吗 但是她有很多首歌 我们都很熟悉 电影跟别说了 所以郑秀文的定位就是 她是一个全能的一个艺人 可是当我们来到这位小姐的时候 你觉得有点 到底她红什么 可能这边有陈慧玲的粉丝 可是我们今天我们来探讨 这个定位的这一个部分 你看到陈慧玲 可能电影 你可能会想到她也演过一些电影 可是你记不起是什么电影了 她有唱歌 可能歌曲你可能还记得 好像《花花世界》这首歌 所以她的定位来说 可能就没来得那么的明显 所以今天透过这几个艺人的例子 想让大家清楚地了解 更清楚地让你知道 你可以怎么样去设定你自己的定位 所以定位就是 当别人看到你 你要人家认你是什么 你要人家认你是 她对皮肤这一方面 她很有研究的 或者是你要人家想起 她对彩妆这一方面是非常有研究的 她对健康这方面是非常有研究的 好不好 所以今天我们来看 今天在这个云茫茫人海中 我们要怎么样让人家看到我们呢 这个就是定位 我在这里 你看到这么多人 尤其是今天我们讲 如果我们要往这一个美容的这个部分 或者是彩妆的这个部分 或者是美容企业家的这个部分 去发展的话 市场上好像有很多人在做 对不对 不过我跟你讲 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优势 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人是 没有人 没有两个人是一模一样的 大家都是独一无二的 可能大家学的技巧都一样 知识都一样 可是我们跟人与人之间 那个人缘 那个connection 是不一样的 好 然后呢 更重要的是今天在市场上 请问如果你碰到某一些问题 比如说皮肤上的问题 你会问谁 你当然会问专家 对不对 人是喜欢请教专家的 不是先家 所以我在这边给大家一个 一个劝告 就是当我们要做任何的事业之前 我们必须把那一个某一个行业的 那个知识给掌握起来 这是非常重要的 好 千万不要洗洗洗洗板 白表 这样子就不太好 因为我们必须为我们 所给予的那一个 劝告给予的 advice 是有那一个质量 在那边的 好了 当你学完了 所有的这些知识 你很厉害的 对皮肤的知识 对产品的知识 这种肤制应该用 怎么样的产品 你很厉害的 可是你跟我讲 哥 我学完了 我定位我也早了 可是没有人知道有多厉害 怎么办 各位朋友 这个时候 我们就是要懂得 怎么样去做marketing了 我们要怎么去做market我们自己 今天 我觉得今天的好处就是 你不用花很多钱了 因为今天 最重要的marketing 是谁呢 各位朋友 最重要的marketing 就是你自己 先把自己的这个形象 这个整个定位 给建立起来 人家看到你 人家就对你有信心 所以有一句话 英文叫做 be the product of the product 成为产品中的产品 人家一看到你 人家就看到skin nutrition了 人家一看到你 人家就看到artistry了 因为你把整个人 照顾得很好 人家看到你 人家就想到nutri-life 因为你把你自己的健康 也照顾得非常好 然后当你把自己也照顾好了 你定位也选好了 知识也学得满满的 这个时候我们要找平台 来怎么样去market我们自己 各位朋友 今天有一个很好的东西 就是今天这个社交媒体 真的是一罗罗 对不对 有很多的选择 很多的平台 包括不同的国家 会用不同的这一个social media 比如说泰国 泰国是用line的 台湾也是用line的 对不对 那中国就用wechat 马来西亚 我们大部分人都还是在用 whatsapp ok 所以经过有这么多的平台的时候呢 我们自己就可以自己做marketing了 对不对 那marketing的时候 你要用这些什么东西 今天我觉得拍照或者是做视频 在场的大家都非常厉害的 我觉得在短短的这 应该说这三到五年 这整个变化非常的大 因为以前当我们拍照的过 我们是不是要找专家帮我们touch上照片 用Mandobi Photoshop 用AI来touch上照片 今天好像都不用了 对不对 各位朋友 今天你只是要download一个美图 听说我老婆我太太Iris 真的是很厉害用美图 用的出神物 所以今天大家我觉得在这个摄影技巧 甚至是在这个视频的制作 大家都太厉害了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部分呢 我觉得我们今天就不多谈了 我们来谈一谈是 我们要怎么样去建立自己 在这个社交平台 因为今天每一个人都可以做自媒体 你们认同吗 今天你一打开YouTube 是不是有很多人跟你讲话 北红三十牛 我为高零鱼 我做了一个上鱼 反归转反归 很多这样的人跟你讲话 对不对 因为今天自媒体 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 可是今天你要做一个 怎么样的自媒体 尤其是在这一个美容企业家的 这一个部分 那我把它总的来说 有两个很大的category 一个我们叫KOL 一个我们叫influencer 那在中文呢 我们都把它称为网红而已 其实KOL和influencer 是有分别的 KOL英文叫做 key opinion leader 意思就是说 这些朋友 他们是非常有影响力的 他们有一般的粉丝 然后这个粉丝 他们就会愿意去参考 这个key opinion leader 所给的一些advice 可是我们都知道 key opinion leader 大部分都是被聘请的 都是paid advertising来的 我们来看一看 这位女生 这位女生大家都认识 对不对 我也很喜欢她 她的视频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搞笑 so I'm Jack 然后如果你们有去看 她的视频的话 你会发现到 其实她都有在为一些 护肤品站台 比如说这个 她为一个c品牌的护肤品 在介绍 这广告的部分 然后你再去看她 其他的视频 她有在用着一些 其他的品牌 来做示范 来做解释 在她的这些video里面 这个是另外一个品牌 所以KOL是什么呢 KOL是他们可以 跟很多的品牌背书 帮很多的品牌做工作 不过今天 如果我们在发展的 这个artistry beauty entrepreneur的这一块 我觉得我们 就要做一个influencer 因为一个influencer 我不是表面的 让你知道说 这个产品不错 推出了这个新的产品 因为真正的这个influencer 是能够给予 更深一层的这个资料 那我就把这个influencer 把它叫做beauty influencer 因为今天在座的大家 都是对这个美容 或者是美容企业 这个部分有兴趣的 我把它分为四大类型 第一类型 你看你自己是哪一种 第一种呢 我们叫做知识型的 beauty influencer 就是你看她的这些post 你看她的video 她会给你很多资讯 很多资料的 这个叫知识型的 再来有一种呢 叫做网红型的 因为外表非常的标新 非常的亮丽 基本上她的post 也不用放太多文字的 她只要放很多hashtag就可以了 这个是网红型的 再来有一种呢 是生活型的 它是卖她的lifestyle的 她的post里面 也没有太多的 这一些文字在里面 也没有太多的资料 不过她就是sell她的整个lifestyle 最后一个呢 我叫做主播型的 就是会做很多视频 会做很多 开很多live 来跟你解释东西的 那今天你去看一看 你是哪一种 beauty influencer 来寻找你自己 更深入 更detail的 这个定位 我们来看一看一些例子 就是在我们ECBI 这个家庭里面 其实也有这几个 类似这样子的 beauty influencer 首先第一个 当然就是Ellison Ellison我们把它称之为 知识型的这个beauty influencer 因为Ellison也是 Emway Malaysia Artistry的 contract trainer 所以如果你们今天有去follow Ellison的这个facebook 你会看到 她的post 其实都是非常深度的 在给予知识的 比如说 to toner or not to toner 她就有放了很多很多的资料 然后另外一个是讲 moisturizer 所以这种是知识型的 另外一种呢 就是网红型的 待会儿这位女生呢 她也会在线上 跟大家做这个分享 就是静蚊 因为静蚊的外形 非常的讨好 所以她是绝对可以做这个 网红型的beauty influencer 不代表网红型 就不能有知识的 你明白吗 可以是combination的 可以是hybrid的 还有呢 另外一种呢 就是这位就是我亲爱的太太了 我漂亮的太太 也是我在MV business business partner iris iris 如果大家去follow她的insta 去follow她的facebook 她是比较生活型的 因为iris 也不是那种technical的人 会给你长篇 当中写很多东西 不是 她整体呢 就是在笑着她的一种 lifestyle 我发现最近 比较少的是那种主播型的 所以大家可以 可能可以参考 如果你的口才 是非常了的 非常溜的 你可以考虑这个 主播型的beauty influencer 那讲到最后 今天我们在建立这个事业 我们在建立我们自己的品牌 建立我们的定位 不要只是一直顾着卖产 这样子消费者 会turn off的 你的跟随者 你的followers 也是会很险的 每次要来买业了 OK 所以因为为什么呢 消费者 他们要的是产品 所使用后 带来的那一个感觉 所以我们一直强调 在做branding的时候 以前我的客户 很喜欢客户 常常就跟人家说 可以要给景 给便宜 我说不得的 你常常有旅程 会很贵的 有时候我们要卖感觉的 所以你有什么故事分享 这个就变成很重要的 当你在用了这些artistry的产品 当你在你这一个 个人美服的旅程里面 你到底学到了什么 你到底感受到了什么 这是非常重要的 卖你的故事 卖你的lifestyle 最后一个tips 最后一个贴士 就是今天我知道 我们大部分时间 我们都是在这一个社交媒体 我们在线上 可是make sure 你线上跟线下 不要差太远 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要make sure 我们不要只是活在网路里面 真实世界的自己 也很重要 所以我们说 be the product of the product 今天你最重要的广告 你最重要的品牌 就是你自己 所以今天希望我这个分享 可以帮大家 有更清晰的这个思维 来为自己 做这一个品牌的定位 我把时间交一些 给我们的事宜 开顺 谢谢大家